今天台上整塊牛排 自自作響 或是搭配花雕雞的麻辣鍋 透過APP點餐 就有人可以幫忙送到家 帶給懶得出門的消費者方便 不過這些餐點 又是超過領餐時間 客人遲遲不來拿 這些餐點最後會去拿 應該是退回原餐廳吧 自己吃掉 可能不太合乎常理 所以他可能就退回原餐廳吧 應該要退啊 因為我沒有收到啊 有可能被外送人拿走了 因為已經付錢了嘛 外送員拉開保溫箱裡頭 餐點裝滿滿這個客人送完 還要送餐給下一個客人 國內兩大外送平台 規定外送員必須等十分鐘 不過抽過時間還是單沒人 餐點又要怎麼處理 我幫忙是有說 如果客人太久沒有 如果客人太久沒有回應的話 回報客服完之後 這就我們自己吃掉了 看你要丟掉或是自己吃都可以 所以沒有說一定要退回原餐廳 沒有不用 好餓喔 好餓喔 不產業的啊 原來不會退回原餐廳 而是外送員自行處理 Uber Eats的外送員 可以透過APP和消費者 以訊息或電話方式聯繫 Food Panda外送員 可以透過客服與消費者聯絡 不過一旦超過等待時間 餐點都由外送人員自行處理 先給的費用 也因為已經出餐 外送道府不另做退費 真的等不到人 這些餐點的命運 得靠外送員自行處理 消費者不想付了錢 領不到餐 還是得多留意APP訊息 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 三菱新聞閻六秋熱量台中 採訪報導